我们的身体 在日常的生活动作中 我们可能会有翘脚 或者是身体前后傾 让我们的身体会有驼背 或是骨盆前后上下的状况发生 我们利用瑜伽的动作 来让身体稍微调整回来 那如果你是已经比较严重的脊椎侧弯 或是骨盆前后傾 造成你会有点疼痛的话 还是要先经过医生的诊断 再做练习 那我们从暖身开始咯 我们从暖身开始 让身体来到跪姿 将我们的手肘轻轻地放在地板上 手肘放在肩膀的下方 双手互扣在一起 先把膝盖轻轻地活动一下 上下动一动 小腿可以轻轻地勾起来 再放下来 将脚放回来 我们在这里做几个拱背跟伸展 吸气延展脖子 打开胸口 吐气圆背往上推 来回做个几次 现在这个拱背的练习呢 我希望你把专注力放在我们的脊椎 感觉你的每一个椎结 我们的脖子 我们的胸口 我们的腰 我们的臀部 这些地方是不是能够活动自如 还是有某一段是特别的卡 特别的紧 如果有的话 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它的上面 让它再活动多一点点 身体大部分的歪斜 都是从我们的脊椎开始 身体的中间中段开始 如果发生有点点前后 或者是左右歪 那么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肩膀 我们的脖子 或者是向下 影响到我们的腰 我们的臀 我们的膝盖 跟双脚 我们从中间出发 感受我们的身体 如果你有点点偏向右 或是左 我们现在试着调整一下 将重心摆回来中间 或者你感觉单侧的背 再往上推高一点点 最后一趟 身体慢慢地回来 手掌心帮我撑住地板 将两只脚轮流往后伸直 再手回 先不抬起 向后延站就好 刚刚我们做的是拱背 那么现在呢 要尽量把我们的背拉直 尽量打平 维持我们平平的背 可以将脚轻轻地抬起 再收回 吸气脚往外伸 吐气回来 吸气向外 吐气回来 我们试着戴上手 不同手不同脚往外延站 再收回 向外 再收回 眼睛的视线呢 帮我看着地板 看着双手的中间 留意一下我们的手 每次回来 是不是在差不多的位置 不向前 也不向后 我们利用这个动作 来锻炼我们的背部 同时你也会感觉到 你有某一侧 在抬起来的时候 会比较困难一点点 它也可以角着 我们的背部的肌肉 有的时候呢 你是使用的力道不平均 也会造成你的骨骼 有一点点歪斜 那我们利用这个练习 把我们的身体重置回来 找到它最自然的排列 这样子一来 自然而然的 你的酸痛也会跟着减轻 最后一个 手掌心撑回来 将双脚的脚趾头踩着 臀部往上提 我们来到下犬 两只脚轮流上下踩一踩 脚跟往下靠近地板 伸展一下我们的腿后侧 你的小腿 膝盖跟大腿的后侧 轻轻地弯曲 双脚我们吸一口气 吐气 脚向下踩 弯曲吸气 吐气往下 最后领盖 吐气往下 手掌心撑好 将我们的双脚 慢慢地走回来 靠近你的手 膝盖保持弯曲 手臂打开 我们向上提 将两只手留在上面 把肩膀轻轻地放下来 双脚打开 比臀部还要宽的位置 脚尖向外打开 弯曲膝盖 腕曲膝盖 臀部向后 手轻轻地放下来 来到膝盖 来到膝盖的上方 吸气往上提 吐气往下 然后我们顺着呼吸 来回做个几次 蹲下来的时候 感觉你的双脚 力道有没有平均 我们的屁股 有没有左右 或是前后 让两边的大腿 同时地落下 跟同时地往上提 我们让身体稍微停留在底下 肩膀胸口打开来 做小小的向下蹲 感觉一下大腿的内侧 在活动的时候 大腿内侧出力 同时你感受一下膝盖 前面 旁边 以及里面 会不会有点点紧紧的 如果有的话 高度可以上来一点点 不需要蹲得太低 吸口气我们向上提 双手留在上面 让我们的两只脚 脚尖脚跟收回来 我们让身体呢 站到垫子的边边 我们做一个很慢的 摆跃式 手臂往上提高 合掌吐气 吸气向上 吐一口气 让身体轻轻地向左边 远站 中间吸气 吐气向右 中间回来 吐气微微地后仰 打开你的胸口 打开你的胸口 吸口气回正 轻轻轻地向上 轻轻地向上 来到金字塔的时候 感觉一下我们的臀部 不前后也不上下 并让它摆地向下 并让它摆在中间的位置 后仰打开 脚尖跟着轻轻轻地向下 脚尖跟着轻轻地向上 跟着轻轻地向上 轻轻地向上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 有点点像鱼的姿势 我们先从脚开始调整 膝盖微弯 将我们的右脚交叉 跨在左脚的前面 再把后面的左脚伸直 哪一个脚在前面呢 我们就要哪一个手在上面 所以右手在上 左手在下 往上提高以后 手尽量来到耳朵的后方 背往上提 吐一口气 让上半身慢慢地向左 臀部向右 在这里我们停留一下下 暂止一下侧面的身体延展 如果你觉得脚背会有点酸 有点痛的话 你可以让脚趾头轻轻地踩着 保持脚是一前一后的就好 将身体慢慢地送回来 揭开双手 揭开双脚 向反边 膝盖先微微地弯曲 左脚交叉过来 脚趾或是脚背都可以 左手在上面 往上提 肩膀放松 让身体慢慢地向右 屁股往你的左边推 眼睛的视线呢 你可以看着上面 或是平视都行 感觉你的左边从手指头一路往下 经过侧腰臀部 到我们的脚趾 慢慢地让身体送回来 打开双手 我们把双脚轻轻地踢一踢 让身体慢慢地坐下来 膝盖弯曲 经过前弯 将左脚轻轻地放下 右脚跨在上面 两边的臀部先做好 以屁股为主 尽可能地让你的双脚交叉 现在是你的右脚放在上方 手臂往上提 将双手合胀 我们先带着身体 慢慢地向右边扭转 让左手肘找到你的大腿 两只手往中间互推 大巴为收 延长你的脖子 你可能会感觉到 右边的屁股很想要翘起来 我们可以用手的力量 把它往下带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也可以把脚的动作 缩小进来一点点 慢慢地让身体回来 将你的双手打开 带着小腿再往外走远一点点 吐一口气 身体慢慢地前弯下来 我们的额头去靠近我们的膝盖 确认一下两边的坐骨 都有稳稳地平平地放好在地板 将我们的身体回到中间来 相反另外一只脚 揭开脚 右脚塞到下面 坐脚跨上来 一样先把臀部做好 再让小腿尽可能地交叉 往前延伸 手臂往上 合胀 来到身前 向左边扭转 右手轻轻地放下来 双手 双手呼推 如果你平常有翘脚的习惯的话 这个动作有某一边会做起来比较辛苦 那在辛苦的那一侧呢 我们停留的时间可以稍微拉长 或者是多做几次 上半身回到中间 打开手臂 放松身体 前弯下来 臀部保持坐好 肩膀脖子放松 将我们的身体慢慢地回来 揭开双脚 膝盖放松 轻轻地左右活动一下 将两只手往上提高 吸气 合胀 吐气下来